各位弟兄姊妹好 我是Nathalie召会的黄顺豪 感谢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在各位弟兄姊妹面前做这个见证 我是19年到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得救的 得救之后呢 虽然和弟兄姊妹都有过很多很好的交通 也读了很多主的话 有了很多的了解 但召会生活对我来说 基本上就是早上读一读成型圣言 周五参加一下小牌 周日再参加主日 每周这样就过去了 直到我参加了这次活力操练 在这次操练里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宝贵的有两个我想分享给弟兄姊妹 一个是主的同在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 有这样相同的感觉 就是在读到信息 或者是唱到诗歌的时候 真的感觉主在跟我们说话 有时候偶然的就读到一段信息 好像和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 有那么一点关系 这种时候我觉得就特别有这样的感觉 在参加这次训练以前 我早上基本上读了成型圣言 一出门就把读到的话语扔在家里 然后在世界里就和普通人一样 就一样的生活 但在这四周的训练 我上下班的时候都是听着信息 然后偶尔还分分诗歌 把学到的这些东西就反复的咀嚼 很多时候就有时候也有那种灵光一闪 好像还得着一点信息之外的启示 那种时候就是真的真的感觉 好像主在直接跟我说话 那个时候是真的感觉主摸着我了 虽然怎么说呢 就每个人和主沟通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但我就希望主能够更多的 和我也和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在 不仅是上下班 每天闲下来的时候和我们同在 而是在工作中 在生活中 也能够 我们也能够与主同在 阿们 第二个启示给我的呢 就是要坚持 最近几个月呢 我和纳特里的几个弟兄 坚持至少每个月出去一到两次 到校园里去传福音 一开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 就在假期 路上基本上见不到几个人 我们上去传福音呢 很多人也是说 哎呀 对不起 我很忙 没有时间听你们讲 我们就 虽然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但失望还是难免 就有时候真的觉得 哎 可能也就这样了以后 大多数人都不太会 都不太愿意停下来 听我们讲 也是我们可能传福音没有做好 然后就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阿们 但是感谢主 也感谢各位弟兄 每次都邀请我 拉着我一起去传福音 坚持了这么几个月下来 我发现我们每次 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学生 愿意留下联系方式 特别是在最近开学之后 留下联系方式的人 明显变多了 感谢主 让我明白 就播种这件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就更多的时候 是少量多次 即使每次只得着一两个人 坚持下来 每年也是能带进不少人的 希望主能够给我们 坚持下来的动力 阿们 感谢主